好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山庄发表上任100天第一场国会联席会议演说 结果开始之前就有一名男子躺在美国国会山庄周边安全区内 因为他拒绝离开 最后是被警方给抬走了 拜登呢 戴着黑色口罩 今天正式进场 全场给予热烈掌声 中原议长裴洛西介绍拜登发表演说 接着拜登拿下了口罩 强调要重建美国 要让美国再度前进 而演说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聚焦 疫苗现在在美国施打的进度 拜登强调 原本保证在100天之内要提供1亿剂新冠疫苗 但是新政府造就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了 而且他不断的呼吁 现在所有民众呢 美国民众要去打疫苗 因为疫苗很够用 拜登也强调 他在就职100天之内就提供了超过2.2亿剂的疫苗 他说现在新冠确诊数已经从1月到现在下降了80% 然而新冠大流行呢 还是现在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到现在已经有57.5万美国人因此死亡 还是全球第一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超过3200万美国人确诊 几乎是和第二的印度和第三的巴西人数加起来是一样多的 拜登接着谈到经济议题 针对3月通过的1.9兆美元 将近53兆台币的新冠经济纾困案 拜登感谢所有议员的协助 他说他跟习近平说 就是大陆国家主席 美国将在印太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 就像北约在欧洲一样 接着白宫就发表声明 说开始要陆续来运送价值1亿美元 大约28亿台币的抗疫物资到印度来协助当地抗疫 这些物资呢 包含了1000个氧气桶 1500万个N95口罩 还有100万个快山世纪 而美国爆发疫情初期 医院资源紧绷的时候 其实当时印度也曾经伸出援手 现在美国决心在印度有需要的时候 要来提供援助 包含稍早宣布的 美国将把本来订购的2000万剂AZ疫苗 都转给印度 而菲律宾现在被质疑说 可能会是下一个印度吗 因为菲律宾新冠肺炎疫情从今年3月再度的升高 同时也发现了一种菲律宾本土的变种病毒 而到了4月的时候呢 当地疫情持续扩大 现在确诊病例26号已经超过100万例了 马尼拉许多医院已经没有病床 而病患即在医院走廊上 这个场景好像印度前几天也才发生过 因此菲律宾医学专家就提出警告 疫情可能会像印度那样飙升 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在当局以为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而决定放宽大型集会限制之后 达到每天新增病例大约1万例的交叉点 现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呢 已经新建了6家暂时医院 可是为了避免病床不够 已经宣布修订紧急管理和市民保护法 当地呢可以在不征询病患的同意之下 将病患从医院转移到长期护理院 来疏解医院的床位紧张情况 而安大略省呢在这个月呢 长期都是处在这个居家令的这个状态之下 确诊病例还有活药病例和检测阳性比率呢 都创纪录新高 因此呢医疗系统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当地公卫部门说 安大略省昨天住院病人的总数呢 已经超过了3500人 还有875人在加护病房当中 而当地的卫生厅厅长也说 现在当地医院几乎是取消了所有非紧急手术 同时签署必要时可以转移病患的紧急令 来腾出病床接收更多的新冠患者 来看苹果最新一季财报 营收相当亮眼又激增 而且呢Mac销售创纪录 iPhone需求也优于预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苹果终于感受到全球这一波晶片短缺的冲击 因为苹果执行长库克和财务长梅斯特里呢 都在法说会当中提出警告 说供应短缺问题呢 正在影响着这苹果的平板电脑 iPad以及Mac电脑的销售 到6月底为止的第三季度相关问题 可能会导致营收短少30亿到40亿美元 库克和梅斯特里呢 归咎影响和多产业的这个半导体短缺 同时也指出iPad和Mac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库克也说他不会提供有关Mac 或是iPad产品的生产细节 但是供应短缺和受限问题 很可能在今年影响这两款产品 他也没有表明说 到底晶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多久 可是有指出来 苹果在上季并没有遭遇这个问题 等于是在电子还有汽车产业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遭遇 晶片供应短缺的问题的时候呢 本来都一直得以幸免的苹果 现在是承认会受到影响 而苹果上个星期才宣布退出 搭载客制化M1处理器的新iMac 以及iPad Pro 但是这两款产品说要等到5月下旬 才会开始出货 出货时间点也比以往来的延后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新开张的国际频道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频道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